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 大家好,我是林阿姨 今天是大年初一 在这里祖哥和我给大伙 拜年了 谢谢大家 支持我的视频 祝福所有的朋友 以及我的家人在新的一年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五年大吉 今天是大年初一 按照换例 吃饺子 我出国将近20年了 有20个春节 没在国内过了 在国外春节对于我来说 也就是象征性的吃一个饺子 以前所哥没退休的时候 单位也不放假 所以吃的就更简单了 今天我煲一个三鲜馅 韭菜是5块9毛9一磅 饺子皮一大败比 下面小点的都是麦子壳 今天初一包饺子 现在面活硬了 所以饺子的个头是稍微大一些 就是它这里边 因为是全麦 怎么黑的呢 它这里有点黑点 这么多 我明白了 面这个皮子 把面都粘起来了 把皮都留下来 所以越干越黑 今天面活得点硬 不好感是不是 今天这饺子吃啊 公子饺子 主哥拿全麦的面 当面糊 都是黑点子 把麦皮都给它 留下来了 看看多大的馅 这哪是饺子 这简直就是 吃完的 饭板子上全都是麦壳 这就是全麦面了 今天拿全麦面 当干糊面 失败 今天啊 失败在拿的特别特别难包 一是面硬了 二呢 看看我们家的这糊面 上面都一层 我们用的是全麦面 很难包啊 你看看 每个饺子上都带 尤其这儿更多 不好包 这是什么面呢 全麦面是百分之百的吧 咱以前吃的那个标准面 八五粉 八五粉 这是百分之百的粉 准备一下饺子 全都是全麦的小麦皮 那边挑的全都是 看看 全都是小麦皮 百分之百的全麦 是不能够包饺子的 但是一定会有很高的营养价格 多了 来个近镜头 独一无二的经典薄皮三鲜馅饺子 春节的第一餐 三鲜馅的饺子配上中间 薯锅做的广式叉烧肉 自制的果仁辣椒油 再配上大蒜 绝配的一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